描述人狗之间的感情 电影第七日的奇迹 催泪指数让票房飙高 那本周电影呢还有 隐形麦特戴蒙 朱蒂·佛斯特和演的科幻片 《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 故事设定在2154年的未来 有钱人住在极乐世界 而地球是给穷人住的 你能救人 我们将在最大的 迈特戴蒙为电影 理了一个大光头 更全身画满刺青 还练出了超精实的六块腹肌 跟现出号称他从影 最震撼演出 离地酒精区一举在好莱坞 打开名号的鬼才导演 尼尔布隆坎普 面子真不小 除了迈特戴蒙影后 朱蒂·佛斯特 也在片中视野反派角色 电影规模连翻好几倍 被纽约油报评论为年度最佳影片之一 电影玩命带架来看关心紧绷的父子如何面对家庭危机 电影带架来看关心紧绷的父子 小小的家族中藏着太多秘密太多心结 不只阐述父子关系也讨论阶级问题挑战你对道德的认知 我一个幸福的人吗 我怎么能不能成功 季心动奇迹 忠泉小八之后 又有一部根据真实故事 改编而成的狗狗电影 第七日的奇迹 故事讲述 流浪狗被抓到流浪之家后 如果超过七天 没有人领养 就会被安乐死 正好流浪动物之家的职员 捕获了一只母柴犬 和他的三个狗儿子 执法和动物情感 如何抉择 让许多观众动容 改编自流浪狗和执法人员的 真实故事 在日本大受好评 日本上映后 获得了极佳的口碑回响 收入将近五亿日币的票房成绩 市民から苦情があった以上処分だ 処分って母親なんですよ 君が今日まで流した涙 君が今日まで隠した涙 全てが無駄じゃないと 信じる想いが愛を繋いだ 是和睿不知的 有助理 我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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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